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篮网十二连胜被终结,都以为勇士在主场能继续自己连胜之旅 几乎反而被活塞给结束了连胜,在没有库里 韦基斯这些绝对主力的情况下,勇士能打成当下这个样子 的确已经尽力了,勇士五连胜被终结 排名也从西部第七跌至第九 总观全场来看,汤普森上半场打得并不好 只得到六分,像首剪后半段,汤普森连续几个回合都在打铁 好在兰姆和杰罗姆能站出来,勇士这才能咬住分叉 至于普尔,比赛期间他的单打频率明显减少了很多 这似乎是科尔可以安排的战术 目的就是要让普尔减少失误,增加勇士的进攻流畅性 其实回顾最近的比赛来看,普尔关键时刻容易犯错 已经出现了多次,并非十一场论 再者,普尔还有两个问题是有些出手不合理 其次是容易被封盖 上一场对阵老鹰,普尔全场被冒了五次 而本场比赛,当勇士最后画了个ATO战术 可来三分半屏的那一刻 那一刻大通中心再度佛光普照 但在这个夜晚,天天有年轻人要抢劲 前有普尔,后有萨迪克贝 如果说普尔前一个失误,佛祖还有补救的机会 那么萨迪克贝歪歪扭扭的绝杀,没有再给佛祖留下任何时间 输掉了一场在赛前被试做不可能输的比赛 自然需要有人背过 而这个夜晚需要背下这口大锅的,必然是普尔 而在库里无法出战的比赛中 普尔就是用10Y线第一持球点 但只要球在普尔手上 每到关键时刻必有致命失误 过去时长普尔一共有49个失误 特别是一次又一次运球失误 这表现有些让人作偶,他的失误也可以用敬畏天人来形容了 当然之前赢球了 他的低级失误还算无关痛痒 给大家磕一个野就过去了 那么在输球的比赛 关键时刻的离奇失误就注定会被放大 普尔必然会迎接最为猛烈的炮火 今天活塞的性工业,我查个不来 谁都别动筷子 塞后很多球迷也是调侃 你永远可以相信普尔关键时刻的发挥 因为他能稳定地给你贡献一个失误 这已经是普尔连续三场比赛关键时刻出现失误了 前面两场比赛靠着迪文秦佐 克莱,鲁尼的表现 最终把普尔拉出了会议室 本场比赛克莱差点再次把他拉出会议室 但是活塞不同意 普尔还是戴上头盔 准备接受队友的线尾打击吧 但结果就是令人没想到 比赛结束后汤普森接受了采访 看到被绝杀时他说道 这种感觉从来都不会好 我认为我们今晚打得非常拼 给了自己很不错的赢球机会 萨迪克被完成了不可思议的投篮 必须要称赞他 我们都付出了艰苦而勇敢的努力 我真的为每一位今天出战比赛的队友感到骄傲 汤普森的意思很明显了 他认为勇士有赢球的机会 只是被绝杀出乎了勇士的预料 谈到追梦格林莫杰被驱逐出场时 汤普森表示 这可不幸 因为德雷蒙德所做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 他被驱逐很糟糕 但我们说了不是他的错 我们有很大的机会获胜 随后谈到普尔的表现时 汤普森表示 我们会继续信任普尔 当他把球掌控在自己手里 因为他是我们向前进发的引擎 看得出来 汤普森依然信任普尔 他认为 自己可以放心把球交给普尔 接着 汤普森继续说道 我认为普尔仍处于成长之中 仍在学习 他是会犯错的 但他也为我们贡献了很多关键表现 按照汤普森的观点 普尔还需要学习 同时 勇士也会继续给普尔提供学习的机会 希望接下来的比赛 普尔能尽快认清自己吧 改变自己的打法 比如关键师可别运球了 控制好事物 学习一下分享球 同样 杰勒姆在赛后 也被问到了同样的问题 杰勒姆表示 最好的看待方式是 如果没有乔丹普尔 我们不会赢下最近的任何一场比赛 我们有很多球员缺战 包括世界上最好的纳名球员 而主教练科尔在谈到普尔是这样说道 他在关键时刻为我们命中了两期关键跳投 在谈到普尔最后时刻的失误时 科尔表示 普尔仍处于成长之中 仍在学习 他是会犯错的 但他也为我们贡献了很多关键表现 确实在过去的两场比赛 普尔在关键时刻的表现确实非常糟糕 被球迷称为对手的卧底也丝毫不为过 尽管球队对于普尔的不稳定表现非常不满 但勇士主帅科尔则认为如果没有普尔 勇士这六场球一场也赢不下来 对手已经把普尔看作库里来进行防守了 克莱更是呼吁球迷不要盯着普尔的失误看 他是勇士目前阵容的引擎发动机 事实下 正如克莱和科尔所说 如果没有普尔 勇士现有的阵容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完成持球的重任 即便科尔一直玩的传切体系 但库里不在 普尔就是那个发动机 载航的体系 也需要有一名持球手来完成过渡 试问 这只勇士 还有谁能比普尔更有资格持球呢 即便维基斯商与归来 球还得让普尔来支配 所以即便他关键时候不稳定 但毕竟在库里缺阵的情况下 能场均得到接近30分 这就是个人能力的体现 况且普尔四年1.4亿美金的合同 从明年才开始算起 他今年的薪资只有300万美金 从这个角度来说 普尔的合同是超级一价的 他不该受到这么多的指责 这对普尔非常不公平 另外 追梦格林又吃了两个技术犯规被驱逐 更奇葩的是 格林这次吃到的技术犯规很冤枉 他赛后就直接怒对NBA裁判 表示自己本场不该吃T的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埃德马洛伊 而他就吹给了追梦格林两次技术犯规 把他给驱逐了 可问题在于格林的第二个技术犯规 真的是去冲着打架去的吗 根本就不是 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 追梦格林说出了真相 当时面对镜头 格林直接提到了比赛末节还胜第一分24秒的时候 他和斯图尔特的那次冲突 格林意味深长地表示 自己当时根本就没和斯图尔特干架 他是在让斯图尔特冷静下来 因为当时两个人在篮下纠缠在了一块 胳膊和胳膊 手和手都夹在一起 格林的搂住了斯图尔特的腰 互相撕扯了一阵球衣之后 俩人分开了 也没什么大动作 格林透露当时自己凑到斯图尔特尔的旁边 一直让他冷静一下 根本就没有想跟他打架的意思 他不知道裁判是怎么判断 他想和对面打架的 但是他显然没有打架 格林说我想让对面冷静一下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吃这个犯规了 勇士队的兰姆萨后也直言 他都没觉得追梦格林今天失控了 他很冷静 裁判太敏感了 最大的危机是追梦这场比赛 又是两个T之后要被罚款8000美元 而且同时他距离本赛季被进在 只差4个技术犯规了 NBA明文规定 任何一个球员在常规赛 迟到第16个技术犯规的时候 都要被进赛一场 接下来以此类推 18个技术犯规 20个技术犯规 而12个技术犯规的时候都会被进赛 16格际犯后 每两个技术犯规就要被自动停赛一场 这队勇士简直是个恶号 常规赛还没打一半的格林已经12个T了 这不闹着玩的吗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说句调侃的话 不懂球的都以为追梦是因冲突被罚下 懂球的都知道 追梦是会更衣室提前准备拳击手套了 最后 说到库里回归 据麦尔斯说 最有可能客场之旅第一场对阵麻刺付出 而今日对阵活塞库里 在采访当中也有被问到这个问题 库里本人会应说下个星期可能会付出 所以正是与麦尔斯说的时间几乎一致 所以大产不差 接下来比赛还有两个主场 将对阵魔术 太阳 两支球队希望这两场可以拿下 目前现在勇士队球员表现都还不错 克莱的场均也达到30多分 这几场比赛也是佛主降临的表现 还是那么熟悉的克莱 还是那个人 普尔的场均也能达到24分左右 普尔现在的表现一说出来没有别的 就是持球失误这件事 希望普尔可以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找到手感 控制失误 达出侵略性 接下来就是追梦格林 防守这块真美的说 真好 不愧是一个防守汉匠 当然还有摘星星摘月亮摘篮板的卢老爷 真的是篮板吃汗 前场篮板 后场篮板 长长稳稳的 为卢老爷点赞 还有大心脏关键三分和防守为一体的迪文秦佐 勇士近年签到他是最聪明的选择 一般网友都会问 勇士到底用什么牵到了他 迪文秦佐也有恢复是因为球队中有三位名人堂球员 和他们做队友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穆迪 酷明佳 两位21年的新秀 表现的都有自己突出点 穆迪的三分进攻端的侧应都很棒 酷明佳的防守 内心的打击都是有侵略者的 加上两位双向合同球员 杰罗姆 兰姆 也是两个很棒的球员 勇士未来可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